Hello 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大标车 我是薛努峰 也是指挥说真话大冰块 我们身后就是宝进的360W 它的售价36800到600多一点 实在是一个整个的售价的区间 它的排量分为1.2跟1.5的自息 有手挡跟自动挡 我身后是一台顶配 就600多一点 是1.5升AMT自动挡的车型 好 今天还是跟着冰块玩车车 看看这台这么便宜售价的车型 它里面到底有没有可玩的东西 跟大冰块一边去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外观 当然对于宝骏310 其实大家可以说一看 当然还是老话 尖人尖尺 但是从无论是宝骏的其他的系列 其实外观的设计基本上也是差不多 我们讲话也是有这种叫做家族性的特征 就是大嘴 然后就是非常霸气的 我们只能叫霸气 非常霸气的大码头的一标志 这个车我第一眼会感觉这个车比较矮 但是说里面坐着会不会很压抑呢 我们之后时照环节也会跟大家去聊聊 好 前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那么现在去后面看一下 好 那么还是来到后面 外观这点事也不跟大家去多说了 从这样看的话 更能够看出来它这个车的一个高度 真的不算太高 后面是宝骏310 爱AMT 从功能上面来说 其实对于这个级别的车 包括这个驾驳的车 的确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那无非就是打开以后 然后下面是一个储物空间 然后再打开以后 下面是一个刚鼓的 不是全尺寸的备胎 然后它的工具都是在左边这些位置 作业也是可以支持四流放早的 好 那后面真的就没有什么过多的说的 因为的确没有一个过多功能 那我们现在到里面去看看 看看这里面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来到车内 跟大家聊到一些简单的使用的功能 当然这个车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车很便宜 没有那么多非常炫的功能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去聊两句 还是老回去从左到右 跟大家去说一下 左侧提供了一个主驾驶一键降的功能 那剩下的按键都是一种普通的 不是一键式的 那上面同样支持了后面 防止小孩乱碰到那个按键 然后开锁跟解锁 然后两个反光镜调节 这都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些东西全部都在主驾驶门下面的控制区域 然后手动的大灯的水平调节 那这个话题也跟大家去聊过一些 就是这个功能并不是说让你 我觉得我的灯有点低 好 我给调到最高的位置去谎便宜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大灯的照撤角度 在欧洲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国家 它的相对于是比较严格的 因为你要真是谎到对方的话 对方可以报警抓你的 当然在我们中国相对而言 这个方面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 这种法律的界定 所以说这个功能基本上会被大家忽略掉的 其实这个功能主要目的就是 比如说你后面拉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你的车头是有点微微的上扬的 那有些灯的角度可能就会谎到别人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调下一点 好 再往右是ESP 这辆车是有ESP的 然后往下有一个小的储物空间 然后再往下是一个引擎盖的开关 一万盘做的相对而言是比较 用简约两个字来形容 都非常简单 左右相对应的转速表和速度表 中央一小块液晶屏 真的不开玩笑 只有麻将那么大 以前我说的是一个豆腐块那么大 现在只有只有麻将那么大 这辆车因为是一个顶配的车型 所以它支持了定速巡航 右边是多媒体的控制 也比较简单 声音大小上去下去 中间S2C按下去是切换音源 再往下是蓝牙电话连接以后的一个拨打和挂断 这边是一个语音的识别功能 大家看到这是什么 拨片换挡 对 因为它是一个AMT的车型 所以它还是支持这种手动挡的模式 去进行一个拨片换挡 好 然后中央这块是一个按键是回位 如果你单次按的话 还是在相应的一些数据去进行一个切换 因为它没有一个过多的选项 只仅仅是一个油的显示 水温的显示 档位的显示 剩下的就是有一个小技里程 然后有一个续航里程 还有一个平均油耗 比如你想被某一个值去进行清零的话 按住 然后也会有一个清零的操作 好 那么回到中央 中央它也是比较少 有一个液晶屏 下面出风口 然后空调的控制按键 当然每个车的配置不一样 它里面的一些东西会不一样 我们还是以这个顶配跟大家去聊 液晶屏的知识触屏 逻辑也是比较清晰的 从功能方面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有蓝牙音乐 USB音乐 收音机 这也是有的 然后电话的一些按键 包括有导航 它给了大部分一个车最基本的一个配置 没有一个过多的功能 无非就是听听歌 然后练个蓝牙 打个电话 导个行 其实说话对于一个车来说 这也是最基本的功能 其实也够用了 两侧有一些虚拟按键 那再往下是空调 空调选手动的方式 左边是温度的开关 就是你在去旋转按钮的时候 你能够感觉到 它里面不是电子的 还是最最传统这种机械式的翻板的 这种冷热温度的调节 因为现在大部分车 你在调温度的时候 无论是数字也好 还是那种嘎嘎嘎的那种小质感也好 里面其实是控制一个电位 然后控制翻板的这种开关 那这个还是最最最可以说是最最最老式的这种机械式的 那这边是出风口 那拧下去也是直接和它的一些翻板相连接 那这边是出风量大小 好这边都没有什么可说的 那再往下的USB接口 典型器 储物空间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档位 那这辆车的档位是AMT的这种档位 旋钮式的感觉好像非常的帅气 当然这种也是有优点的 这块可以省去更多的空间 你不用这么档板来回切换 因为我印象中早期的AMT的车型 其实大部分还是那种档板式的换档 那现在呢它可以做成这种电子式的 当然有优点有缺点吧 然后下面是一个E跟S的按键 按下去以后呢 就会对你的换档逻辑进行一些改变 那我们之后呢也会跟大家去聊一聊 手刹 然后两个杯架 储空间在这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不是很大 深度也仅仅是一般 好的那工容方面呢 基本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那这辆车呢 还是支持了一个小天窗啊 那前面呢 功能呢基本就就到这了 那我们现在呢 去后面看看 看看后面有没有什么一些可以玩的东西啊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后座啊 后座这块呢 功能方面没啥可说的啊 就是前面有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一个USB的充电口 如果你不仔细观察的话 你可能真的会把这块忽略啊 下面是一个小的储物空间 然后呢 有一个不是太高的鼓包吧 大概这么高的一个鼓包 后座呢是支持四榴放倒的 那方式呢也是比较传统啊 就是顶端有一个按钮 按下去以后就可以折起来 我这边是一个四 那这边呢 是一个六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它现在可不可以完全放平啊 OK 算是比较平吧 算是比较平吧 然后也是可以放一些相对大的东西啊 好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一个安全带 安全带呢也跟大家去聊了啊 它提供的是这种安全带的方式 所以说大冰块呢 还是要一二再再二三的跟大家说 无论是坐在哪个位置 一定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这种安全带呢 它有一个优点是什么 大家看这种小扣 它是有一个摁的按键 那我们之前看过很多车呢 它是用这个大扣去解啊 所以说这个呢 还是比其他的车做的会更好一点 好 那后排座椅呢 就跟大家去聊这么多吧 因为功能方面呢 也就聊到这了 那跟着面包包转摆车呢 也跟大家聊这么多 那我们明天呢 会把这辆车的试驾的节目呢 跟大家更多的去聊一聊 那主要后面呢 也会把这辆车给拆看啊 看看这辆宝骏的310啊 看看是吸收了多少通用的技术 以及这个车到底开起来什么样的 好 那今儿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那我就是那个 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出大扣画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车真话大扣画 那我们这样说到试驾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呢 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飘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